第七十四集 过够了嘴瘾,邵商强自装着镇定洗漱更衣,然后镇压着猛烈跳动的眼皮,决意睡觉。 可他终究不是一个心有诚服的心术老手。 是才凭着一股子汗勇无味,将心中多日的玉器吐了个干净。 然后坠坠之情,就悄悄地爬了上来。 被宝毯下,抚摸自己双臂上的微微疼痛的淤青。 他满心烦躁,纠结着几分惊惧。 灵不宜看着清俊白皙,但自小屡历过人。 有时他看邵商处理大块木料费劲,伸手就能帮他破木裂桩。 是以他和邵商日常相处时一直十分小心,不过是才灵不宜抱他时显然没控制好。 险些将他胸腔内的气都挤了出去,更别说在两臂上留下的瘀痕。 于是,邵商做了一夜的噩梦,犹如老电影片段重播一般。 反反复复地梦见,灵不宜高高倾起那件金乌赤凤般的神兵,将那汉匪对半劈开。 一会儿又梦见他美丽的淡红色嘴角,略略弯起,微笑着接过他奉上的清酒。 然后顺手将他的手腕掰断了。 第二日,灵不宜没来。 作为一名负责任的闯祸批子,邵商当夜整装前去父母居处坦白罪行。 恭恭敬敬地举臂磕头后,他将昨夜与灵不宜所说的话一五一时都说了出来。 其实城市夫妇昨夜就听承顺老管事、禀报女儿和灵不宜之间的异常。 但夫妇二人并未放在心上,以为不过是小情侣间的耍花枪,反正最后是以相拥结局。 想来也不是什么大事。 此时听到其中缘故才知要紧,夫妇二人互看一眼,眼中拒势不安。 女儿擅作主张,自行向灵大人提议退亲,还请双亲责罚。 邵商扶在地上,声音没有起伏。 肖夫人许久不曾发作的怒火再度涌上,大骂道,你好大的胆子。 你究竟知不知道其中的厉害,这桩婚事难道是相间邻里之约,你想要,就要想退就退。 你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孽障,可知会给家中带来多大的祸患。 邵商倔强地挺着背脊,阿姆放心,牵连不到家里。 我与林大人说好了,此事,我们成家不能开口,只能请他自行解决了。 自作聪明。 肖夫人勃然大怒,用力拍在案上,你也不想想,退了这桩婚事后,你还能找到什么好郎婿。 你又为此惹下了许多对头,一旦失了灵不宜的庇护。 你想想,将来会有多少人来寻你的晦气,就不会给自己留条退路吗? 你这忤逆不孝的孽障,我当初看得一点没错,你终究会给家里惹下大祸。 大不了终身不嫁,离开都城到乡野里去,我远就没觉得,嫁人有什么好。 邵商耿着脖子大声道,阿姆若害怕受牵连,我自可以。 好了。 城市沉声道,大掌按在妻子的肩上,以眼神示意。 素日孩儿都是由你管教的。 今日这事,就由我来说吧。 萧夫人愤愤然地扭过头去。 城市看着跪在当中的女儿,一脸愤世不羁,满不在乎的样子,叹道,鸟鸟,你可愿听为父一言。 少商放下嘟着的嘴,恭敬地做好。 这件事,灵不宜没有错。 城市打断道,为父也曾见过你,与他几次相见。 你二人言笑艳艳,相谈甚欢,你也不止一次表示过,对他的仰慕之情,不要插嘴。 谁也不是瞎子,就算不是男女之情,仰慕总是有的。 你说得人家心头火热,然后人家就向为父提了亲,我也答应了。 婚约即成,灵不宜究竟何错之有。 少商坐不住了,着急道,我,我也没说他有错啊,只是,只是我和他真不般配。 我想要过的日子,不是这样的。 我想要,想要。 城市摆摆手,制止女儿说下去。 为父年幼时,曾听过一个故事。 有三名猎户入山玉陵,山玲说相遇极有缘,让他们三人各许一个愿望。 头一个猎户说,他要许多许多金银珠宝,做天底下最富有的人。 山玲说好办好办。 第二个猎户说,他要至高无上的权利,成为人间帝王。 山玲说不难不难。 第三个猎户想了许久,才说他希望有生之年,能做自己想做之事,不受羁绊困扰。 不被逼迫约束。 山玲默然,两久才说此事万难半倒。 城市一口气说完,少商慢慢松下双肩,若有所思。 城市看着女儿的神情变化,继续道,这世上,人人都希望能照自己心意行事。 可又有几个人能办到? 为父托大一句,怕是贵为九五之尊的陛下,也有无能为力之实。 鸟鸟,你觉得你就能与众不同吗? 就算不嫁给灵不宜,你就一定能过上你自己想要的日子吗? 这番话,简直阵笼发聩,少商仿佛被重重击打在胸口。 他张开嘴右臂上,实在辩驳不了,只能费力道,我知道阿富的意思。 可事情未必如此严重。 林大人才冒盖世,肯定能找到更好的婚配。 萧夫人冷哼一声,诚实拍拍妻子以示安抚,朝女儿继续道,或使忠意无双。 悲壮惨烈由盛何家,更别说霍侯还是陛下自小一同长大的结义兄长。 陛下这满腔的欠就抚慰,最终都会落在灵不宜身上。 灵不宜今年已二十有一了,依旧穷穷竭力,膝下空空。 在你之前毫无婚配之意,陛下如今对这桩婚事的会如何热忱,你这样聪慧的孩儿? 难道想不出来? 少商交集却无力道,灵大人不会将罪责推到我家身上的, 实则他自己也不敢肯定。 诚实苦笑一声,看着女儿天真自信的面旁,道, 其一,就算灵不宜说是他自己要退婚的。 昨夜他才为你斥责了满事的楼家宾客,对你百般遮蔽。 现在宾客们酒还没醒透呢,灵不宜就说要退婚, 你以为别人会怎么想? 少商心头极乱,额头冒出细细的汗意。 其二,就算灵不宜言之凿凿,掩饰得当。 鸟鸟啊,为父告诉你,这天底下最不讲道理的就是父母之爱, 最无可抗拒的就是圣意。 无论灵不宜怎么解释,陛下终归都会责怪到你的头上。 怪你不能拢住灵不宜的心,怪你不能体贴温顺,怪你让他再度生了孤寡之意。 鸟鸟,你现在还觉得牵连不到家里吗? 少商张口结舌,心慌意乱地将袖子揉成一团。 其三,你必是十分得意,昨夜那番言辞,逼着灵。 不宜自行退婚,自己却不用担一点干系。 可你胆敢这样拿捏灵不宜,让他将退婚的缘故尽数揽去。 仗的是什么? 不就是仗着灵不宜喜欢你吗? 你这可不是君子所为啊。 若灵不宜心胸宽厚,就此作罢也就算了。 可他若是怨疾生恨,索性将事情向陛下说个清楚。 然后拂袖而去,再不管你了,陛下难道会放过我们家吗? 说到这里,老程同志的声音都有些战。 少商紧紧捏着袍袖的手抖个不停,他终于知道自己昨晚为何会一夜噩梦了。 在他心底深处,他隐约知道此事凶险甚大,只是不愿承认罢了。 为父怎会不明白你的心意呢? 诚实看抖成一团的女儿,神色怜惜,为父像你这么大时。 日思夜想,就是能当一名快意江湖的游小。 可若我离家而去,自己是痛快了,可父母年老,弟妹年幼,兵荒马乱之下,怕是有饿死之余。 人生在世,有所为有所不为。 所以我不能走,然后就这么一路下来。 少商死死咬唇,眼中落下泪来。 诚实叹道,这也不是你的错。 那日为父,不该被恩宠富贵迷晕了心窍,万般欣喜之下,张口就答应了婚事。 这如何能怪你? 萧夫人拍着膝头重重道,我们刚与楼家退了亲,你用何等借口推辞陛下? 女儿亦无婚约在身,家中二无丧孝要手,凌晨两家,更是近日无仇往日无愿。 你们父女俩倒是说说看,陛下言辞恳切,我们做臣子的,究竟该如何推脱这婚事? 难道说,这孽障毒大惯了,不喜欢被灵不以管东管西,所以更喜欢能被他指来喝去的楼窑? 那就你我的错了。 诚实抚着妻子的背,柔声道,是我们将鸟鸟留下,懈怠了管教之职。 这十年,他独自长大,无人好好教导,养成了这样一副独来独往的性情。 想事情自然不会顾及左右前后父母兄弟,这都是我们的过错啊。 少商哭得眼泪迷蒙,模糊妄想成老爹,不知所措。 诚实宽慰道,鸟鸟也不用过于忧心,陛下是宽厚之人。 不会因为养子婚事不成,就将我们抄家灭族的。 是啊,不会抄家灭族,至多是你仕途止步。 萧夫人冷冷道。 少商欲惊,慌忙去看成老爹,见他低头叹息,似乎骤然间苍老了几岁。 他心里难过,哭哭啼啼道,可是阿富有才盖啊。 萧夫人冷哼一声,暗出身份,陛下左右世家豪族伶俐,又有吴大将军杨侯己尊这样的出身贫寒,但早早从容的重臣。 暗亲厚焚,陛下前有誓死追随的同乡同窗与族人,厚厚举重兵来头的大辽。 你父亲是有才干,陛下也愿意用,可多胎一个不多,少胎一个不少。 诚实看女儿哭得厉害,笑道,鸟鸟别哭。 我与你阿母并非贪恋功名富贵之人。 启示之初不过是享守乡间平安,保家小温族。 这二十余载我们血离火里的拼杀,没有生死加灭,还混出了些名堂,也该知足了。 大不了这关不做,咱们回乡做田舍翁去。 少商此时哭都哭不出来了,满心歉意。 他自己不怕离开独城,就当去贫困山区体验生活好了。 有成老爹在乡里的威望在,他总能改造出更好的生活条件来的。 可这些日子,成家好吃好喝地供着自己,处处关怀,而他的回报,就是断了父兄的前程。 鸟鸟别哭了,你把想说的都说了,以后就看灵不宜怎么说吧。 城市长叹一声,阿清,你把鸟鸟送回去,别叫他哭了。 我和夫人还有事相伤。 守在门口的青葱点点头,上前扶起呆呆的哨伤,缓缓出门而去。 等两人走远了,一脸恼怒的萧夫人呼变了脸色,用力打了丈夫一下。 恨声道,怎么又是我做坏你做好? 我要是不先出来责骂鸟鸟,你就在旁一直壮袋充冷了。 城市也不叹气忧心了,呵呵笑道,夫人威严吗? 那个不怒自威,气势如虹,我怎么比的了? 再说了,我们说的都是实话,并无虚言,也就是加油添醋了些。 萧夫人点点头,拼着叫女儿又恨上我,也得好好吓吓她,免得她一辈子不知轻重厉害。 还真当自己料是如神呢? 正是。 城市叹道,如今灵不宜能否做你我的狼婿,我也顾不得了,只盼鸟鸟收敛性情才好。 这样独断独行,将来非吃大苦头不可。 过了一会儿,萧夫人呼道,你说,灵不宜会不会看鸟鸟不情愿就真去寻陛下退亲了? 城市头痛得很,不管了,等明日。 就鸟鸟和灵不宜的性情,若真退了婚,也未尝不是件坏事,胜过将来闹结婚。 结婚? 萧夫人倒吸一口凉气, 有点不敢想象未来的日子。 少商回到自己居处,挂着泪水发呆,木头人似的由阿祝梳洗更衣后躺下歇息。 躺在床榻上,久久无法入眠。 他摸索着从枕下抽出心爱的青竹横迪。 劈起薄薄的灵段寝衣,缓缓地走到窗边坐下,悠悠地吹响了月声,笛声疏淡如微风,彷徨而忧伤。 略略发凉地出下夜晚,已能听见几处缠鸣了,春天终究是过去了。 女公子今夜吹得真好,不过还是早些睡。 阿祝什么都没问,只笑得慈爱。 少商摇摇头,放下横迪,没有说话,只望着草木气息浓郁的庭院出神。 有一株娇嫩洁白的玉兰花,在翠绿的枝叶间轻轻摇曳。 没有人向他求婚,然而婚约是成立的,没有正式开始交往,他却得想办法分手。 恍惚间,他十分艰难地承认,一切终究是不一样了。 象牙塔住不了一辈子,他不能再固执己见,自以为是了。 有几个人能真的按照自己的心意,过想要的日子,神仙都未必能够。 次日清晨,少商破天荒地自动起身,换上灵不宜早早给他预备下的细纱半袖和薄薄的蛛丝如群。 淹水碧的衣料趁得他肤如凝枝,鸟鸟明媚,却又寒而不放,谨慎手捉。 然后,他顶着一双红肿的大眼睛,坐在屋中静静等待,以前没有闹钟他都能按时起床。 从不迟到,受宠爱的孩子才敢任性妄为,这些日子,成家人对他太过宽容舒适了,让他失去了。 原有的戒备,不同的世界,有着不同的游戏规则,他不但要适应,还要学会运用无碍。 卯时末,一行宫使劈着陈霜来到城府,宣口遇皇后旨意召见成功之女绍商。 绍商在屋里听到传报,心中轻轻自嘲一声,然后由婢女扶着登上朱红锦绣的公车。 城市和萧夫人领着奴婢站在门口目送女儿远行,直到远的看不见了,城市才轻沈一声。 也罢!这位金贵的郎旭大人,你我还得继续受着。 萧夫人皱眉不语,始终盯着公车一丈消失的巷口,总觉得将女儿送到了十分不妥的地方去,可她却没有办法。 本集完!